南韩MERS疫情拉警报 1500人取消富函 南韩MERS疫情扩大 卫福部疾管署宣布 即日起韩国首尔的旅游疫情建议提高为第二级警示 首尔以外地区提高为第一级注意 边境也会加强体温筛减旅游史询问 从南韩入境旅客必要时进行登机检疫 疾管署说 先前出现的MERS患者都是与首名68岁MERS患者 有接触的成员或是住在同病房或附近病房的病患 这些都属于第二波感染 但最新出现的两例病患是接触第二波患者而被传染 被认为是第三波感染 担心MERS疫情可能扩大 疾管署宇潜伏期14天推算 如果南韩MERS今天新增发病病患 社区感染风险大增 目前香港公地医院加强防疫措施 进医院的病人和民众要戴口罩 有发烧和流感症状的人必须在流感隔离区后诊 疾管署说 国内医疗院所占不需比照香港强制进医院戴口罩 目前是先加强医疗院所门急诊病患分流 让类流感轻症患者不要全起到急诊 可转到门诊就医 至于是否要比照SARS防疫期间在急诊外设置隔离区后诊 会视疫情发展而定 观光局调查国内主要出韩国团的20家旅游业者 因韩国疫情原本已报名6至9月韩国团的旅客 约有1500人取消行程 今天开始我们赴韩国旅游的国人 那如果在韩国当中出现发烧 或者是返国的时候出现发烧的话 14天内又有去过所有地区的医疗院所的话 那我们要当成疑似病例来进行这个检验 那隔离跟检验 疾管署提醒 民众前往南韩 避免到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非医疗必要 不要到韩国医疗院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戴口罩 平常要勤洗手 避免感染 东新闻报道